梁文英 聽說妳在家裡 妳房間還是客廳 有貼滿了滿牆壁的時間表嗎 有這個東西嗎 有 是什麼 其實我都沒有給人家看過 但是有一次因為 我們提早下了通告 然後我的宣傳好像沒有地方去 然後我就到我家來坐這樣 然後他就好奇我的房間 所以他就走進去看 那我也沒有防備 反正都到家裡了 然後他就看到牆壁貼滿滿的 就是一些提醒的話 我進去都有點驚恐 就比如說該做什麼 該做什麼囉 該練琴啊 或者是練歌 自己寫的嗎 還是公司傳給妳的 我自己寫的 是有細到弄什麼 要吃維他命喔這類的嗎 年計畫表 月計畫表 週計畫表 日計畫表這樣 是大家都有的還是只有妳有 我自己耶 因為我很喜歡有事沒事打表格 然後什麼都要表格化 就是我一定要有看到 比較視覺的那種 對啊 沒有比較少女的東西喔 少女的喔 對 偶像的海報 他房間有一個非常大的海報 是自己的 對 就我覺得拍的最好的啊 我就留念 然後自己做一個 多大張 其實也還好吧 還滿大的耶 就我的一半 可是一般人不會放自己的照片 這麼大個 沒有 因為那是 那是我第一次拍時尚雜誌 就覺得很興奮啊 是 然後又有這麼好的攝影師 然後跟攝影棚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張一定要 印下來 它還有一點模糊 因為直接拿雜誌去掃描這樣子 所以以後房間 有可能掛上更多自己的照片 目前沒有耶 就只有一張而已 就其他都留白 沒有問題啊 很多明星都會在自己房間 掃描自己的照片 很多老派的劇情都是會這樣 真的 你們兩個人 妳又很害怕 我們現在要看妳 以前在星光的樣子嗎 我自己也有一點忘記了 會有一點擔心 萬一氣色不好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不會化妝了所以 OK 好 我們來看 我相信這個也是有實力 然後我對我自己有信心 然後原住民加油 好 好像只有在剛開始面試的時候 比較沒有化妝好 有化耶 那時候有化嗎 是曬黑 因為那我很喜歡去海邊 曬太陽 因為妳們是星光大道出來的歌手 所以妳們現在唱完歌之後 大家就很習慣還要給妳們意見 所以妳今天唱得怎麼樣 然後應該可以更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就剩下歌迷會說 因為他們 妳又看不到他 妳也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他有時候會真的講得很毒 不然就是真的妳怎麼唱 他都讚美妳這樣 對啊 工作人員是 會比較中肯的提醒 然後又不會傷到我們這樣 現在如果還有人在給妳意見說 我覺得妳應該要唱得更放出來 妳會不會說乾妳屁事 我已經有自己的風格了 有時候看一看會 會有一點 就是覺得又來了 可是同時又會自己去反省啦 對啊 妳已經會有那個表情了 就是那個別水 那個表情 可是妳那個還要再更濃 情緒 那怎麼樣 這樣應該會被打 因為妳剛剛那有點就是 還沒辦法完全表達妳心裡的感受 妳知不知道妳剛剛那個表情 有在網路上流傳的 我知道 還有慢動作啊 對 有一個Panda 超經典的 可是你們如果現在 再遇到有人跟妳們指正 應該心裡都是有這個表情吧 還是會啊 因為就是比賽的時候 就是每一次都會對 比如說 賴明 我覺得 你今天唱得不夠放 你可以再Rocker一點 然後你要給我那個表情 表情喔 好爛 他那是鬼笑聲嗎 沒有 我還是會微笑 但是其實眼白是表示我的 已經就爆翻了幾圈了 表示我的不滿 OK 楊宗偉做得出這個表情嗎 我真的做不出來 所以你從來都沒有這種心情過嗎 就別人硬要指正 你覺得自己是評審 其實我還收到滿多的指正 一直到現在 你還受得了喔 我...我反而是... 真的耶 我就比較沒有情... 對這方面我比較沒有情緒 我覺得選秀出來的人都會 差不多都會收到 那你覺得楊宗偉今天一開始唱那個 張三哥 你覺得 我覺得不夠濃 濃個屁 你懂什麼 好啦 我跟她來 我已經上台了 是的 河西湖水 我又睜著一眼 窗外透盡 幾思空閑 空蕩的房間 留著你的照片 幸福的感覺 索然無畏 無心唱歌 只有不斷琴弦 所有的事 留給明天 感情的善戀 挖空心思遮掩 誰能用真心 說抱歉 我現在裡面 減減疲憊的 彷彿是退不住 擁測不清你的世界 我現在裡面 是誰停住時間 越過了重重的心家 留一整片藍天 感情的善戀 感情的善戀